新城巷公所23号晚间在家里村保安宫天宫庙前广场举行了元宵晚会活动 并且邀请到知名的艺人登台演出 还穿插了摩采活动 相当合理台相待会副主席张美华康丽还有各界贵宾 和数千位的相亲一起来欢度元宵节 我们会开幕一次并且在6点14分展开 由新城相当合理台主持 包括立委副跟其服务处团队主任薄江生 新城市民代表会主席陈秀林 副主席张美华 袁一华以邱南代表 各村村长 设计区理事长 各部落头目各界来宾中央盛举 共去千名民众热烈参与 当现场集的水线普通 新城市民和他表示 这次公所安排在天宫庙前广场办理 新领龙年去元宵晚会活动 来换取一年度的元宵节活动 我想每一年都来办理 在民国一百年的时候 担任一言之就来推动元宵节的活动至今 每年都办这样子元宵节的活动 用意就是要让我们所有的乡亲 在这一天大家能够齐聚在一起 来赴道恭喜 今年是在北埔火车站 今年是在我们家里的保安工 明年我们又回到北埔火车站那个地方 人流来办这个活动 我想新的一年 大家都有所展望有所展心 也希望大家能够逐旧不新 开创未来 展望未来 我们新年将才有这样崩碎的一个成果 今天在这个大年十四 大年十四 礼台特别要带着祝贺的心 祝贺的心情 来感谢各位长期对礼台的支持 跟编证 让我们很多的工作 在各位的支持之下都能够顺利 都能够圆满 各位新年快乐好不好 给自己再次的鼓掌好不好 好 香港多特别要钱的屋子高娃 小老家曾经一佩等知名艺人前来登场 与乡亲们精趣的见面 表演精彩而风静一点串的节目 让我们来教了天生的指导 神秘的祖宫才一 Fork and roll 你站在高达 想想想望 是谁在归身身上 而现场掌声一起欢呼声 此时疲弱高潮迭起 节目当中更穿插莫彩活动来助兴 现场奖品丰富 包括无数型电视机 脚纳车电子锅等等 为中奖的乡亲则是可以获得 合理一台自证金元实用的伴手礼礼品 大家提前欢度欢乐而愉快的游销佳节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